2023田园松阳马拉松将于4月9日7点30分鸣腔起跑 赛事共分为半城马拉松和青松向阳跑两个项目 选手们将从松阳县第五中学出发 沿环城西路跑约900米后右转进入平安东路 随后左拐进入耀津南路 跑过松阳的地标性建筑松州大桥 一路跨过滨江路、白龙渊路 左转进入长松路 在江滨公园北门约3.7公里处 左转进入环城西路 半马与青松跑分道 穿过独山大桥 此时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独山风景区 一支独秀横江音、青林道颖千丈深 就是北松状元沈慧对松阳独山的赞美 如果你是轻松向阳跑的选手 你将继续向前跨过阎西路 终点就在眼前 如果你是半城马拉松的选手 跑过独山大桥后将右转进入江南公路 约1.3公里后进入大马公路 此时你可以看到五公里的补给点 以及极具松阳特色的音乐加油站 继续向前 在约6.3公里处折返 右转进入松阴溪 宾江绿道北岸 百里松阴溪 曲曲弯弯 轻歌漫舞 厚重的历史文化 在绿道两旁 徐徐铺开 跑远一公里 你将看到青龙燕驿站 驿站的最高点 可观赏到松阴溪 笃山和松阳县城 在10.2公里处就来到了鹰嘴潭 这里风景秀丽 适合烧烤 锤钓 有幸还能看到一行白鹿上青天 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秋沙鸭 在约11.3公里处左转 进入设计感十足的网红桥 石门虚狼桥 石门虚狼桥一边连着望松街道 一边接着摘檀箱 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 也串联起了松阳人的传统和未来 穿过石门虚狼桥 沿着松阴溪绿道前行 陆续呈现的不仅有田园书屋 蓝莓基地等独具美感的驿站和基地 还有沿途的石鱼座古雁坝 经众多雁坝分隔而形成的深潭湖泊 各自成景 出其不意 都是绝美的打卡点 除了虫岩蝶杖 深谷幽坛的山水风光外 还有千莫纵横 倒数万寝的田园美景 选手们在约17.8公里处 将跑路螺旋形的独山驿站 跑过C型吧 俯瞰整个独山驿站 它宛如一个水面上的小悬窝 又像是平静的水面被投入了石头之后 泛起的涟漪 随后进入江南公园 右转进入环城西路 跑约一公里后进入南环路 在南环路与秀峰路口前折返 随后右转进入环城西路 到这里也要恭喜你 挑战好最后的冲刺阶段吧 终点就在眼前 一场马拉松就是一座城市的深度游 在景中好画中游 你也就成了最美的风景 跟随2023田园松阳马拉松的脚步 一起跑进江南密境田园松阳 开启一段浪漫的旅程 在奔跑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吧